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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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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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 我们知道 移民官现在因为485都要面谈 拿到绿卡一千 所以移民官往往也比较忙 他们也有一个时间限去 如果你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那么过后 有的时候一次面谈说不定不能解决问题 过后还要再一次面谈 那么你拿到绿卡的时间就会晚了 以后一切其他的安排事业规划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还有什么呢 就是一些日期会问到 你第一次来美国是什么时间啊 最后一次 最近一次来美国是什么时间啊 然后你过去几年里 在美国居住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搬进去的 什么时候搬出的 还有呢 你现在签证状态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转成现在的签证的 你第一次拿到的 比如是什么签证 过后呢 在签证转换期间 是什么时候批准了 你拿到新的签证状态 这些呢 都需要精确到日 然后呢 年月日都要齐全 那么如果你实在记不得了呢 首先当然你要准备一下 看一下你的文件历史记录 然后另外呢 至少根据你记忆中 最准确的日期来回答 还有什么呢 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这个移民官呢 需要核实职业移民的工作情况 是吧 你现在是否在工作 在什么地方工作 雇主的名称 是吧 雇主的地址 然后你的这个工作职位 名字叫什么 工作的职责是什么 那么对于 付申请人来说 或者对于 亲属移民的申请人来说呢 当然需要核实 亲属关系 比如两个人 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结婚的地点在哪里 还有呢 比如说 你的配偶 姓名是什么 生日是什么 是吧 这个你要是说 配偶的姓名生日 我都记不住了 那不好 对吧 那还有呢 你的父母的姓名是什么 出生的日期是什么 像这些 还有什么呢 可能会问到申请人 有没有过违反美国移民法 或者违反自己签证身份的 这样的历史 这是呢 移民官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客户和别的申请人 会问到我们 如果要去参加绿卡面谈了 那我应当怎么样做这个文件方面的准备呢 首先呢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可以相应的准备这些文件 是吧 用来支持 那么有的时候 你回答了问题 移民官要看相应的证据 那你要准备好 然后一般呢 需要的文件 当然你要带护照去 然后出生公证 此前的批准的签证 如果你有不止一本护照都带上 然后来自移民局的各种转换身份的批准书 比如说2140的批准书 签证身份的批准书等等 还有什么呢 能够证明你的工作记录 报税记录 亲属关系 这方面的文件可以带上 那么对于比较重要的文件呢 有的时候移民官呢 需要保留一份 因为你提交S85 可能已经好久以前了 那么在过去两年三年里面 你的情况可能有了变化 能够证明你的情况变化的新的文件 需要把原件带去 要交验 然后呢 可以自己带上复印件留存 当然移民官也可以当场给你复印 但是呢 再强调一下呢 这样呢 又要耽误了移民官的时间 有的时候呢 一些重要的问题 可能就来不及问 再说呢 大家也都希望 给移民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是吧 你的材料比较整齐 整个一切过程比较顺利 那么在面谈结束以后呢 现在一般不会当场告知结果 因为呢 移民官呢 还需要由他的上级 再审理 再审阅 那么一般来说呢 面谈以后呢 有三种结果 那么呢 就是直接批准 有的时候呢 一两天以后 就可以直接看到批准的消息 然后过些天就可以收到邮寄的绿卡了 或者呢 有的时候需要 审理的时间长一点 也需要二三十天 如果过了一个月 还没有收到消息呢 可以到移民局 里面谈的这个办公室 去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情况 还有的时候呢 面谈以后 移民局看到这个人过去 因为移民历史啊 党员身份啊 等等 可能呢 会需要有更多的材料补充 所以移民局呢 可能会发485的RFE 甚至NOID 要求申请人提交更多的材料 顺便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大家知道呢 现在体检是两年有效了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说 如果你的485提交了还不到两年 去面谈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带上新的体检证明 那么还有可能呢 就是有的时候 移民局觉得这个一次 面谈完了以后 还没有完全解答 移民局所有的问题 所以呢 可能会安排下一次新的面谈 这些都有可能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就是我们在2018年底 关于陪同客户 去参加绿卡面试的 最新的亲身经历 然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485面试方面的信息 给大家提供不断的更新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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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